欲求无尽 汉朝美女屠杀皇子 皇帝死于其凤塔 汉朝第一妖女赵飞燕 为何有如此魅力 堂堂异国之君 虽有后宫家历三千 但只宠飞燕姐妹两人 赵氏姐妹花 自幼时 家境贫苦 生于贫隆之际 其出生之时 燕子选于家中草屋之上 故而得名飞燕 其家人 自小便是飞燕 为家中贫穷之源头 飞燕出生之时 其妇因是女婴之故 提议竹筒 将婴儿飞燕丢于荒郊野地之中 三天不得尽是如奶 其妇心狠手辣 好似人间恶魔 妻儿童于不顾 但飞燕好似神凤一般 数日不吃喝 啼哭之声 响遍野的荒郊 其妇夜中恶梦 凤凰喷火 神灵惩罚 心中顿感不安 深感天意难违 跟随哭声 寻到婴儿 将其报归 在不言与丢弃之事 但终究是 家中日日无余粮 连年栽荒 百姓早已是 食不果腹 衣不遮体 易子而食 父母虽不敢为天意 终究不能满足女子温饱 飞燕三天饿酒顿 终日不得食 必然身材娇小 骨瘦如柴 如今女孩 接欲要满腰 离形之身材 殊不知 千年之前 飞燕便已拥有 如今女孩 身材曼妙 皆是饮食健康 在家之时常锻炼所致 飞燕八岁之时 家中已是月月无良 在家之其妹赵和德出生 本不富裕之家庭 又添上一口碗 飞燕父母四处寻门路 用极有三个铜板 送其进入公主之府上 公主杨阿 见其飞燕 身材如此瘦小 骨骼酥软 双腿劈差 可做旋转之形状 送于舞蹈房 日夜操练 飞燕也不枉三个铜板 进步神速 实在过于瘦小 在家皇帝变态之审美 飞燕竟练就掌中之舞 然可以在飙行大汉手中翩翩起舞 而从部落于掌心之外 足见飞燕体重之轻 个子之小 飞燕只欠时机 便可身披彩霞之冠 成女中之凤凰 汉城帝闲来无事 败于公主之府上 飞燕舞于殿上之中央 舞姿联动 惊艳种人 天下竟有如此娇小之人 舞姿皆无人于之匹配 此女子魅力 标新立异 与众不同 占于人群之中 娇小之态 惹人垂怜 如此别致志女子 汉城帝顿感兴趣 纳入后宫 欲细细欣赏 皇宫之中 妃子众多 容貌上优者 不计其数 然飞燕 却平其舞蹈 俘获皇帝之心 然汉城帝 由宠妃般结熟 飞燕争宠 势在必行 此女究竟用何手段 让其败于十六群之下 姐妹共是一夫 为宝皇后之位 手段狠毒 一代妖后照飞燕 竟然如此心狠手辣 燃旗 刚入宫争宠之时 花招尽出 未也皇帝注意 于深宫之中 省吃俭用 耗费重金 寻能知善防者 逢出精致华丽舞裙 换作云英子裙 此衣服一穿 好似鲤鱼有了旗 凤凰有了尾 皇帝朦胧双眼 定睛一看 好似飞燕 不再是飞燕 而是一只小凤凰 如此这般妩媚 成帝早已被此女子彻底俘获 整日用自己庞大身躯 与飞燕娇小身材 行雨水交欢 飞燕目不拾钉 但却机会满足成帝欲望 皇帝大多是喜心宴旧之人 成帝贵为天下共主 女人应有尽有 飞燕逐渐备受冷落 后宫耳于我诈 互相争宠 稍不留神 便被冷宫 飞燕出身贫寒 无靠山 无当官之人在朝堂 朝廷之中 因成帝荒废朝政 将此事 全部怪罪于赵飞燕之身 飞燕心想一计 让皇帝不离自己身边 飞燕有一妹妹 换作赵和德 和德风男 与飞燕完全两意 两人一胖一瘦 飞燕精于舞蹈 和德精于口舌 飞燕四位愚钝 和德心智成熟 和德借皇帝宠爱之便 控制朝臣 抓住成帝心理 每每洗澡之时 命人告知成帝 成帝最喜看出水芙蓉 看过之后 一天回味 但赵氏姐妹终究明白 皇宫之中皆是母平子贵 若有子嗣 便可在皇宫之中横行直走 但飞燕未博皇帝欢欣 曾自窒息机丸 此物用过之后 可使人狂吃不胖 跳舞如同踩住云彩一般 轻盈且舞姿优美 但此物中 还有大量设香 女子用过之后 怀有身孕之几率 会空前之低 假若服用过多 身子不孕 子宫尽毁 其媚何德 因幼时 被人踢中腹部 更是终身不可怀孕 未成为后宫之主 两人必须有一子 来保自己终身平安 但无奈 因而注定 与姐妹两人无缘 皇帝天天临姓 姐妹两人依然不能受孕 但后宫之中 妃子众多 皇帝闲来无事 也会在大堂之上 临姓宫女 如此这般 妃燕两人 从此蛇息心肠 大肆毒害皇子 屠杀皇子嗣 曾有妃子 淡下龙子 姐妹两人 抱于怀中 扔到后花园 其后 又将数位皇子掐死在宫中 承帝原有诸多子嗣 经两姐妹之手 竟无一子 承帝身体 因与两姐妹 日夜生歌 竟死于刑防过程 然当时 妃燕因身体不适 只有何德相陪 众臣皆怪罪于何德 那妃燕 在皇帝死后 又会发生怎样事情 一代妖后 赵飞燕 屠杀皇子嗣 使用袭击丸 最终结局究竟怎样 承帝死后 姐妹和德福独自尽 如此惨烈之情况 飞燕妖后 本质尽险 承帝五子嗣 极力推荐养子刘新 飞燕从中斡旋 刘新中登大魏 视为汉哀帝 哀帝 生感飞燕扶持之众 感激涕灵 尊飞燕为太后 坐镇东宫 飞燕以娇小之躯 握住汉朝之饼 如此这般平民女子 如今已是异国之母 但屠杀子嗣之罪孽 必然遭受天前 飞燕因年轻 使用大量射箱 身体每况日下 此时 汉哀帝因荒衣无度 于公元一年 驾崩于东宫 外戚之中 有一人换作王莽 此人思想新奇 颇有想法 面对如此妖后 王莽掌天下之饼 逼迫太皇太后 草拟诏书 废调赵飞燕 其文如下 前皇太后 于昭仪俱世帷幄 子弟专宠故琴 执贼乱之谋 残灭祭祀 以威宗庙 备天贩族 吾为天下母之意 便皇太后 为孝城皇后 喜居北宫 赵飞燕从此 被打入冷宫 终日不得见阳光 王莽面对此等妖后 自然不肯放过 仅仅一月有余 王莽便将赵飞燕 贬成为庶人 转了一个大圈 又回到出生茅草屋 但此时 赵飞燕已不是 那天真烂漫的小女孩 眼里只有权势 也有几分傲气在其中 王莽依然不依不饶 将赵飞燕驱车百里 把守皇陵 此时的飞燕 已不是飞燕 而是凤凰 飞燕不忍王莽 再三相逼 在一所茅草屋中 结束了自己生命 宫廷争斗 每一位女子都是牺牲品 今天就到这 下期见